好 在看完了单词之后 我们下面来看看课文部分 看课文之前 咱们先看看这个书题目 题目就有讲究有学问 题目叫做by heart 这么两个字翻译成熟记台词 这个意思怎么翻译出来的 其实by heart是来自于一个习语的缩略 这个习语就是熟记背下来 注意这搭配叫learn something by heart 或者叫know something by heart 把这个事情牢记熟记背下来 但是题目中写这么长就啰嗦了 直接用by heart表示熟记熟记台词 是脱胎于这么一个细语 你不信看一看 我们本文中就出现这个搭配了 你比如说我们看第三行的后面 就在本文中110页 第三行后面 你看他怎么说 咱一块看 课文中说 One would expect them to know the parts by heart and never have caused to further 人们可能认为他们早就把他们的parts 我们说parts可以变得台词吧 把他们的台词早就背下来烂熟于胸了 而且没有任何理由去知识乌结结巴巴的 这是熟记记住 当然这个know something by heart 也跟观众learn something by heart都行 在课文中learn一会也会碰到 这是熟记背下来 但是有关魂语是一个在英语中五星级的重要的语群 有好多常见厂口的搭配和习语 这个必须咱们都去弄清楚 比如说我们看 表示把某个事情牢牢记住 还有这么一个习语也特别重要 叫bear something in mind 或keep something in mind 就记在脑子里边 把这个记住 you've got to bear it in mind you've got to keep it in mind 一定要记在脑子里边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bear something in mind keep something in mind 就把某个东西给记住 熟记下来 背下来 这个搭配也用的特别多 还有呢 我们不说把什么东西记下来 我们就说你得记住哦 你得记住记下来 咱们不加评语 也有一个重要搭配 make a mental note 这个mental 咱们在第四课讲过 叫脑子上 大脑上 这个make a note本来就记笔记 make a mental note 就记在脑子里边 在脑子里边记笔记 当然不可能这么笔插到太阳穴里就死了 我们说脑子里记笔记 就记下来 我说你一定要记住 you've got to keep it in your mind 因为说you've got to make a mental note that's very very important 用它也可以 我们大声读一下读语 make a mental note make a mental note you've got to make a mental note it's quite important 一定要记住 这个东西特别重要 就好了 那么表示 回忆起 咱们先回忆回忆 回忆起 可以怎么说 这个在咱们前面有过总结 在这个残超健美组前面讲过 回忆起至少这三个词 都是极无动词吧 remember recall和 recollect 我们可以叫something 记起了某事 回忆起某事 跟老师大声音来读一下 remember recall recollect 都是表示回忆起某事 这个大家知道 还有我们还可以表示 使某人回忆起某事 人作编语 大家一定还记得 是一个大佩计 remind somebody of something you remind me of one of my classmates 你使我回忆起了我的一个同学 大家还记得吗 这是几个跟回忆相关的 有新知识 有复习 这是表示跟回忆相关的词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后面我们举一反三 再看几个跟回忆相关的重要表达 还有一个叫使人 回忆起往事 我说这个事情 这个照片 这个纪念品 一看到使人回忆起往事 这个doctor也叫bring back memories 把记忆都带回来了的 本来都尘封在大脑的角落里边 一看到东西 把记忆带回来了 叫做使人回忆起往事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使人回忆起往事 咱们看看在走遍美国 口语教程中 里面有这么一个片段 就是这个爷爷 第一次到他们家里来做客 他的两个孙子特别喜欢这个爷爷 就给了他一个见面的礼物 是什么呢 他们当年那些老照片 变成像块 都把它想起来了 爷爷把这礼物打开之后 一看着 哦照片太棒了 他这么说 咱们看看 这个爷爷这句话是怎么说的 咱们大概先听一遍 你看这爷爷这么说 他Richard These are terrific pictures 说理查德 这些照片简直太棒了 棒极了 尤其看到这张 就是他们毕业的时候 一个合影 This one really brings back memories 这张真是 哎 使我们回忆起往事 你看这搭配看到了 固定用法 咱们也可以说了 对吧 我们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看看能不能第二遍听得进进出出 这张照片真是使人回忆起往事啊 这个搭配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还有一个写作中长期的寻语叫什么呢 回首往事 怎么怎么样 这个比较文气一些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In retrospect In retrospect In retrospect 这个spect S P E C T 这几个字母放在一块出现的话 一般都是跟看相关 大家知道检查叫 inspect 前面叫 In檢查叫 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那么怀疑呢 叫suspect 前面叫su su和sub 可以表示下面 你下面藏东西了吧 怀疑要往下面看一看 所以这个看的retro 是表示turn back 扭回头往回看 刚好就回首 回首往事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端语 In retrospect 回首往事 咱们看一个例子 In retrospect I think my marriage was doomed from the beginning 回首往事 我觉得我这个婚姻 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很不幸 就是左偶不慎 当时没有注意 没仔细观察 新婚之夜发现 呦 闹了吗 他男的 你这 就拉喝了 你看这 回首往事 我认为一开始就注定很不幸 这个左偶不能大意 这是回首往事 可以这么说 这个结构很漂亮 给同事记住 还有一个搭配 叫令人难忘的什么东西 这个搭配也很常用 特别好记 叫something to remember 让我们去记住的这个事 就是发言着令人难忘的 非常好记 你看我们33课的题目叫什么呢 a day to remember 我们新三册 33课的题目 就是难忘的一天 对吧 就好了 这是令人难忘的 什么什么 to remember 我们再看几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更好的例子 大家可能看过 The Lord of the Rings 指环王 应该看过 里面出现这么一个片段 咱们看看就是 这个这个 Gandalf 给他的好朋友 在做兽的时候 两个人吐烟圈 同时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看两个人呢 坐在这个山坡上吐烟圈 Gandalf 比如法术 吐出一条船来 从那大烟圈里边穿过去了 这个老头就说 Gandalf My old friend This will be a night to remember Gandalf 我的好朋友啊 这将是令人难忘的一夜 你看 跟33课令人难忘的一天 可以同时记住吧 意趣同工 当然在这 他用的英识发言 叫a night to remember 美识 叫a night to remember 就好了 都可以 这令人难忘的 我们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看第二遍能不能听得清清楚 我们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这是令人难忘的 咱们可以把它记住 我相信这个搭配也是令人难忘 这个情景我们能记得住 还有一个常见搭配叫 依稀记得 有印象 我说这个名字耳熟 这个人好像眼熟 哪见过吧 有印象 这个搭配特别重要 叫做 我们大声读下 Ring a bell Ring a bell 这个ring跟后面 是联读 Ring啊 Ring啊 联读 再来遍 Ring a bell 什么叫ring a bell呢 字面意思是 按响了这个零了 我一看到他的脸 脑子 脑子 脑子的零响起来 有印象 这不是那谁吗 又有印象 依稀记得 有印象 Ring啊 注意这联读 再来遍 Ring a bell 依稀记得 有印象 好 下面我们看一道 脱服听力真题 同时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我们先仔细 全程贯注 来听一遍 看看选哪一个 咱们再听一遍 就一句话 咱们开ABC的选哪一个 根本没有Bill 也没有Doorbell Ring a bell是习语 选哪个呢 会者不难嘛 I don't recognize that name 我听不出来 那个名字 它到底是谁了 这个recognize 可以把它认出来 或者听出来 所以选B 为什么选B 把原文再看一看 Question number seven That name just doesn't ring a bell with me That name just doesn't ring a bell with me 什么意思呢 那名字我根本就没有印象 他听着一点也没有耳熟的感觉 大脑里没有 Rrrr 没有零响起来 没印象 是什么意思呢 他根本就听不出来这个名字 他到底是谁 完全没印象 注意 有印象 一起记得 叫Ring a bell 这否定 就是没印象 就好了 如果每一件事都没印象 这个人恐怕记性就差了 表示某人记性差 又是一个常见习语 叫Have a short memory 他不说坏 他说短 记性特别短 中国人说记性差 怎么说呢 撂爪就忘 跟老鼠一样 撂爪马上就忘了 记性短嘛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其余 Have a short memory Have a short memory 就记性短 再听听力真题 咱们看选哪一个 这个可能比刚才一个稍微难一点 No.15 Why did you come to the meeting late I have to message with your roommate about the time change She has a very short memory And it really gets on my nerve sometimes What does the woman imply 他问这女的暗示什么 咱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一个选哪一个 No.15 Why did you come to the meeting late I have to message with your roommate about the time change She has a very short memory And it really gets on my nerve sometimes What does the woman imply What does the woman imply 这女人暗示什么 这个咱们给一点功夫 咱们看一看 这选项也比较长 选哪一个 好了 咱们说吧 正确选项是 C选项 你做对了吗 Her roommate is unreliable about delivering messages 在给别人传递消息方面 她的这个 roommate 这个社友 实在是 unreliable 太不可靠了 为什么靠不住呗 不可靠 肯定 unreliable就好了 这个deliver 就是传递了 传递消息 或者把这个讲演 传递到每个人耳朵里面去 发表讲演都用它 这个不可靠 为什么呢 记性差别 enreliable 靠不住 咱们看为什么选词 把圆门再看一看 他又问的是这女人暗示什么 第一个男的说 why did you come to the meeting late 为什么你开会来晚了呢 I learned a message with a roommate about the time change 我给你的那个社友 left message 就留了一个口信 关于什么呢 about the time change 关于时间的改变 今天提前开会 我告诉你这社友 你为什么还来晚了呢 注意这美国老师 没有读中change 老师说读中change about the time change 他把aing的声音 第二个女孩一听 嗨别提了 she has very short memory and really gets on my nerve sometimes 这个女的 嗨记性特别差 都不知道怎么考上大学的 你知道吗 而且这时候 有时候真让我生气 总当我事 get on one's nerve 叫让某人生气 就是惹怒某人 让某人不开心 这么一个搭配 连续出现两个固定搭配 我们把后面那个激怒某人 让某人生气 这搭配也读下 get on one's nerve get on one's nerve it really gets on my nerve sometimes 有时候真是让我生气 这女人暗示什么呢 暗示她的roommate在怎么样呢 在给别人传递消息方面 实在是unreliable 根本靠不住 为什么呢 撂转就旺 记性太短 好 这咱们先看一看 跟回忆相关的 做了一个五星级的重要的总结 希望大家此期复既 反复收看